關於這個潮很大的 關於前瞻計畫再報案件 交通部當時要求高雄 關於前瞻計畫要重新再提報 可是我們看到事實上 韓國瑜上任第三天 12月27號的時候 就已經含附給交通部了 但是而且講得很清楚明白 就是說按照原定計畫繼續推動 可是到今天我們也算一算時間 都已經57天了 可是審查會我們也沒看到 自古以來打仗 第一個先斷起良草 對不對 今天你要打寒 你嘴巴罵罵沒有用了 我把你政府該給你的錢 給你斷掉 拖下去 對不對 然後再來抹黑你 商務管齊下 這是蔡英文心目中間 跟民進黨他們想做的事情 第二個 你今天把一個發言人土抱子 講錯話 看得那麼嚴重 在蔡英文眼裡不會那麼嚴重 為什麼 上一次他大選 大敗 人家講 敗軍之將最怕的就是速倒胡孫善 民進黨本來就沒什麼人才 再加上派系 你卡我我卡你 他身邊這幾個貼心的他肯換嗎 換了還有誰支持他呢 那其他的派系裡面趁亂 又來奪權怎麼辦呢 所以黃忠營的事情他不會這麼急的辦 第三個我要解釋你上一個議題 一直剛剛沈大老講的 怎麼蔡英文一下跌那麼低 你最近有沒有看這兩天的新聞 蔡英文在回廊裡面的談話 在CNN的空軍一號上的回話 跟蘇貞昌今天在講上山打游擊下 這個突然讓不管是藍的綠的 都嗅到了這個兩岸挑釁的火腰味越來越重 這不是包含綠的也不樂見 所以這個因素加進去 他會往下跳下去 所以你因為他的民進黨大戰略裡面就是說 我捧韓讓你國民黨四大天王就淡花了 我挑釁兩岸拉美至終 這是給綠營的一個所謂保票 如果你注意看很多他們的名嘴的講 台灣不是那麼容易打下來了 什麼什麼不必擔心 什麼什麼講一大堆 美國的資源 美國的什麼東西 根本不往實際裡面去看 所以這個問題 在蔡英文的是拉美抗中的大戰略下 來挽救他明年的總統大選 這是他既定的政策 所以卡涵也好 這個什麼土包子 這種酸化在他眼裡不是玩意 你說他手上還有什麼人可用 選完以後選輸的 去當部長對不對 選輸了去當總統府秘書長 這就是什麼 我們講打仗打得財民敗將的時候 沒人可選 沒人可用 既然這個帥昌君也特別提到了 沒有人樂見什麼兩岸開戰 但是你從國防的角度來看 這個做法這對嗎 我們來看到蔡政府最近不斷的在話聲 要挑釁對岸說什麼絕不投降 可是為什麼三天兩頭一天到晚 在做落跑演習 我們先來看到蔡英文總統說到了 國軍為了應付中國的軍武發展 持續不斷在強化軍事能力 全天候警戒中國可能會發動的攻擊 希望國軍可以抵禦第一波攻擊 那麼最近這個行動養孫昌 也引用了當時英國的總理丘吉爾 在對抗納粹時候所講的話 他說站海上 站海灘 站街道 站山上 絕不投降 這是我們要拿出態度來 國防部長閻德發也說 我們國防部有信心可以守護 中華民國 台灣的家園 絕對有能力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可是沒錯 我們沒有人希望兩岸開戰 那麼行政長孫昌拿出說 我們要有這個態度出來 要戰鬥 要戰鬥 可是從這個蔡英文總統來看到 不管是萬軍計畫 還有政軍兵推 漢光三三號軍演 還有這些在去年9月11號的 政軍兵推 我們發現其實在演習的全部 幾乎都是安全撤離 幾乎全部都是預襲防衛演練 然後在國防部長 在官兵護衝之下送下搭機 搭乘雲豹甲車前往原山指揮所 這個全部都是撤離路線 你既然要戰鬥 帥陽軍 這樣對嗎 這樣合理嗎 這個就非常合理的行為 我們被敵人包圍的時候 晚上要突圍的時候 白天要擺出態勢 我要打 我要衝 然後晚上從另外一個地方溜掉了 所以你講 蘇貞昌講這個話 我感受最深的 中華民國第一個帶部隊 在中央山脈裡走500公里的是我 站山上那麼容易啊 我跟你講 街頭巷戰只有一個條件 你有上百年的歷史仇恨 向車臣抵抗蘇聯的攻擊 不要命 我拋家去子 我給你打到最後一兵一阻 對 那我們的國共內戰的時候 劉宇章將軍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人都怕死吧 三人一五 哪一個退了其他兩個一起槍兵 所以 街頭巷戰 你沒有一個很強有力的組織 它是溃散得很快的 你們看過好萊塢的電影 美國內戰的時候戰一排兵 對著開槍 他不會握打 他為什麼不散開呢 因為軍隊就是這樣 後面有班長巫長看到你 你往退 隊形一散 我就戰法 軍法制裁 所以打仗啊 你要想打到街頭巷戰 山上打游擊 你沒有那種很強烈的民族仇恨 比如說抗戰 抗戰之前已經暈 暈讓了很久日本人欺負中國人 才有這種拿劣勢的裝備 劣勢的武器去拼 那今天國防部長講這個話 他是不得已而已 我首先講陸軍已經空掉了 有的連裡面是一個連長 一個排長 一個兵啊 戰車就已經是60歲 50歲的老 老爺爺背的東西了 一出來演習就 就拋錨一大堆了 所以陸軍是沒有了 那海軍呢 海軍面對對面的海軍勢力比你 論直論量你就不能打 以前蘇婆 打算跑到日本那邊去 那只剩空軍跟我們防空飛彈 唯一最強的就是防空飛彈 那這一波擋不住的話 後面就擋不住 所以嚴德發講的話我很同情 又不能講實話 你今天又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 你從來沒有 包含馬政府在內 扁政府在內 到蔡英文 你有真正關心過國軍的值跟量的改革嗎 任由他賴下去 所以今天嘴巴裡講的是 我堅守兩禮拜 堅守兩個月美國就來 來不來 然後呢 實際演練是很實際的 逃到橫山指揮所 你們看AIT的頂上蓋了一個直升機降落廠吧 或者直接往桃園就走 所以這些東西啊 國防這個問題 我來批判國防我真的很痛心 但是這二三十年來的確是 已經是倒退了沒有辦法 所以講今天拿這個來騙老百姓 或者是拿為了選舉 把我們藍的綠的都推上戰場 這是非常不道德的 只是為了你少數幾個人當總統 那你2300萬生命財產都沒有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特別要講清楚 不要怕自己難聽自己難看 國防部應該把現在的問題攤個來 民進黨所有寄望在美國來干預 對 美國有人還講在檀香山 叫夏威夷 夏威夷的步兵只有一個Brigade一個旅 三千到五千人 那他在亞洲的駐軍 在南韓有一萬八到兩萬人 他敢動嗎 他那個一車北韓下來 日本也是萬八人 只有能動的最快的就是 下地道那一點特殊部隊 就是說隨著航空部件很快來了 三五千人 那不能打了 他美國敢呢 美國要動員這個部隊的話 他本土的部隊要從 國民兵送到基地訓四個月 然後到福特羅斯 福特那個爾文去做實彈攻防 六個月以後完成戰備 還加輸運 所以要指望美國來救 他只能用一點海空軍來幫你一點忙 這是解決不了台灣的問題 第二個我要回答江委員那個時候 九六飛彈危機的時候 我在國防部作戰次長 評估得很清楚 我手上現役軍隊三十五萬 備役軍隊有三十五萬 四天之內可以招舉 就和解就七十萬 對岸的中共的那個時候軍力沒有那麼強 即使這樣子 我們還是拼命在做防衛固守的準備 所以你們前面在前線帶了剛會睡覺 美國人來關心的是什麼 你們不要插槍走火 那我們那個時候一想 你美國是不是來幫忙 他最關心的是我到美國國防部去談 你們不要插槍走火 有沒有管制的辦法 換句話說 美國絕對不會為台灣 犧牲他美軍的主力 他也沒有能力 動員這麼大的部隊到台灣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 你政府不管用什麼謊言 你只要估一估有沒有可能性 美軍調動部隊的可能性 他等多情報分享 空中戰管 電子作戰給你一點幫忙 其他的實際的部隊不會打 我這邊補充這個帥上軍講的 就是說從2001年 美國開始打這個防恐戰爭以來 他就把他的軍隊的結構扁平化 那麼防恐戰略 成為他的一個主導戰略 十幾年過來以後 美國已經不具備 打大規模作戰的能力了 他自己也承認 他沒有辦法跟大國做大規模的 這種正規的一個作戰 他已經失去這個能力 所以他們的陸軍一直在呼籲 那麼要重新恢復 他們的大編制的這樣的一個軍隊 換言之也就是說 美國自己他也承認 現在是美國最大的一個空窗期 也就是說 他的部隊都適合做反恐 小規模的作戰 打很落後的國家 打恐怖主義分子 也就是說以一個 一股小單位的方式去作戰 但是要面對一個大國的這種 正規軍的以師為作戰單位 也就是說以師為基本戰略單位的 這種大規模的作戰 以目前的美國是沒有這個能力 他如果說要把兵員再充實 那麼再把他整去完成 那麼投送到海外很遠的地方 跟一個大國做這種大規模的較量 美國也沒有任何一個把握 他也不可能認為他會打得贏 因為他是把逼軍隊投資在別的國家 去進行大規模的作戰 美國也沒有這個把握 特別是跟大陸跟俄羅斯 他都沒有這個把握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蔡英文或是我們台灣 所有的應該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美國自己也已經沒有能力 介入台海的大規模的戰爭 在這個情形下的話 台灣就不要去清起戰端了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 不要為了短暫的政治利益 那麼把台灣人民的幸福 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拿來做籌碼再操弄 以為自己可以操弄在這個邊緣中 說操弄到很緊張 但是不會發生衝突 我就從中來得到這個政治利益 我覺得這個樣子 情況是很不負責任的 不要再這樣玩了 station 的